因为星座它有两种测试的方法 一种像我今天拿了一个盘 咱们看看 这是正正正正 这个这个你讲一讲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星盘 这个星盘现在我测试的时间 就是我设置的时间 就是大概咱们现在录节目的这个时间 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 这是从白羊座到双羽座 然后这是黄道十二宫 那这个盘是单盘 就比方说你把你的出生年约日告诉我 我们每个人的时间点是这一张盘 你从这张盘当中看出来的更多的信息 其实就是刚才广美说的人格分析性格分析 它会把你这个人看得更透 让你知道你的某些行为动机 这是方法一种 那有第二种就是文涛你说的预测 预测就是说 你把你自己的星盘 跟要么就是行运盘 就跟现在的星象 就现在这个时间这个盘结合在一起 你就知道我一年之后 这个是什么事情会好 什么事情会不好 还有比如说有太阳的反照盘 月亮的反照盘 就都是算法之一了 你用各种各样的算法就可以测试到 比如你生命当中在某一个时刻 它会有一个转折 你的重心会 你可能突然就想要一个家庭了 或者你突然就想 不想离眼前的这些东西 你就想隐退一段时间 你就想自己待着 特别想要一个自由的空间 那有的人可能突然就从 就转行了他的职业和他的人生规划 会有一个特别大的转变 你看我就是说 一种巧合吧 你也可以说 今年前半年 我基本上都是闲着呢 对吧 差不多就是做这个圆桌派之前 其实他也不知道 他就是弄得我的一个什么星盘 转转就说 你要开始特别忙了 我的确最近就特别的 骤然忙起来 当然我还是要批驳你为主 那就是说 我跟你说 这个事儿分成桌子上面的 和桌子底下的 从桌子上面的来讲 我这完全不是科学的 星座完全不可以相信 为什么 从1948年 这几十年来 西方科学界做过多次 你有据可查的这个实验 比方说 这个两千多人 两千多人把这个性格特质 或者对应的什么盘 发给你 就是叫双盲嘛 双盲实验 就是实验组 不知道对照组 对照组 不知道实验组 让你们选 就不会受到任何暗示 然后甚至于 曾经有一个加拿大的魔术师 在电视节目上 悬赏十万美元 最后加到一百万美元 就是让一个占星大师 一个占星家 就是说 让看一个人 跟一个人谈话 就像他自称 我跟这个人谈谈 知道这个人的什么信息 我就能说出什么来 反正就是说 最后检验的结果 正确率一般在三分之一左右 这几乎就是蒙的 而且科学上 心理学上有一个解释 叫什么母效应 什么纳母效应 什么一个什么母效应 这个母效应说的 我比较接近 从科学派来讲 我比较接近这种说法 就是人 比较容易接受一组 关于性格描述的 就模糊描述的一组特征 这个 你比如说 我给你举个 我知道 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好比说 我就能给你读一个 这也就是他们的 就是做过的测试之一 你看 就是一个教授 给他的学生们发这个 学生们个个都觉得 说的是自己 比如说 你希望他人能喜欢 并仰慕你 你倾向于对自己要求严格 你还有很多潜力尚未开发 虽然你的性格中有些缺陷 但你整体上可以想办法克服 你跟异性相处 遇到过困难和难题 在外人看来 你显得自律稳重 但是实际上内心缺少安全感 你说 他他其实谁谁都是这样 对吧 但是你别急 我说的是啊 一般咱们这个 要在台面上讲 咱不能拿这个当真事 但是呢 从私底下说 我怎么我的很多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我同意文道说的很有趣的现象 我的很多朋友 这里边有学者 有音乐制作人 甚至有科学家 他也不再公开说 但是私下里聊天 他特爱说这个 他说我觉得这东西真挺神的 就什么什么都能讲出 像我这样的例子来 你说什么什么时候 我要出什么什么时候 还真的就出了什么事 这里面不罚大学者 你让他在大学讲课 他肯定会说 这是假的 可是他这个现象很有意思 这跟我的心理一样 私下里我愿意聊 甚至我愿意在一定程度上 受到他的参照 受到他的这个影响 可是这并不代表 我就相信他 没词了吧 当然有 这个我觉得是 每个人他都走进一个误区了 他是什么误区呢 就尤其像现在 但是我得承认的一点是 你们说这个对了 因为星座暂时我也觉得 他不能把它完全称之为科学 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发展完善到 像我们理解的自然科学 他有一些铁一般的定律 能验证所有的事实的 那这种我们现在叫科学 对吧 但是我觉得还要从一个观点看 就是你不能够把一个发展中的 一个学科 我们暂时称他为学科 他还没有发展完善 没有走到像我们物理学化学 像今天这么一个完善的地步 你就把它否定掉 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正在某一个历史进程当中 在完善这个学科的某一个分支 那慢慢的可能我们再倒回头看 等这门学科真能发展特别完善 特别健全的时候 然后你再回头看才发现 其实原来的这些东西都是有据可循的 可能你后来就发现 你成为历史中的功臣了 就我们这个圆桌牌 今天来出的这个 但是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就是 他让人不寂寞 他让人不孤独 他有一种安慰 你比如说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 当你看到一个星座 说哎呀这个是说我的 你说一个人 他有的时候孤独 他多孤独啊 谁关心他呀 是吧 谁体贴他 谁想想问问他有什么苦 他心里是什么有什么变态 但是如果有的时候 哪怕你仅仅不要说人跟你说 哪怕你仅仅在文字上看到 哦原来我这种心里 有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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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那么一种抚慰 是不是 你觉得有这个作用 应该是有的 但是我觉得我跟你可能比较相反 我是在台面上 我是完全就是举双手 觉得星座是好东西 而且我也相信他 不管他是一个科学 或者是一个学科 我都是相信的 但是应用上来讲 我绝对不会去 完全的 我要签一个合同了 那个来 跟我说一下 这合同是该签不该签 我应该怎么怎么走 我反而不会这么做 为什么 这个可能也是因为 跌倒了两百次之后 学习到了经验 就是说我的人生有大坎小坎 很多的坎 那我小时候也是各种爱这种算算 什么奇门遁家 各种的子味 那个各种算 那我就会觉得说 如果你们这么各种的算 而且每个人都是 真的拿着这个大师的棋子 如果我这么大的坎 你都看不见 你都预测不到的话 所以因为我的这样子的经历 我就会觉得说 我上次见你的时候 跟我这个趴下的时间 前后可能也就四个月的时间 但这个是可以解释的 包美 通常遇到这种情况 他们就会说 那因为你之前 给你算那个人不准 很多算面 确实验得很多 对了 说那个之前你遇到都不凌 我那就不一样了 你应该早来来找我 对 通常都是这么讲的 你了解 这确实也不是一个借口 我觉得都是事后诸葛 就是但事后都会有人跟你讲 你在几年几年的时候 什么什么时间 应该是有遇到一个 什么什么样的事 或者遇到一个 什么什么样的人吧 有没有 有没有 那你都说 对啊 对啊 沉重 我想这个事情 是比较复杂的地方在于 他始终对人来讲 很重要的一点 所有的命力 包括占星术 都是像文涛刚才讲 让人不寂寞 而且不寂寞之余 还有一点 让人安全 所以安全的意思就是说 人其实很怕 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 人很怕不知道 未来发生什么事 人很怕自己处在 无知当中 那我们的古人 开始发展各种各样的命力 包括艺术 艺术等等 都是让我们觉得 人生是有定数的 都让我们觉得 其实很多东西是 是是确定的 这是存在的 唯一不确定的 对 唯一不确定的 只是我能不能够知道 所以问题在于 我有没有办法知道 而不在于 那个东西确不确定 其实这个 我有一点点反对的观点 你肯定要反对 因为我觉得 你刚才说的 那个更像是算命 就是我铁口指断 我把你未来 你今天会赚钱 文涛明天会成百万富翁 这种事情 我把你铁口指断 我告诉你 或者说 当你带着一户来找我 你说 我究竟这条路是选A 还是选B 我不知道 你帮我选一个 我去帮他选一个 那这种更贴近于你讲的 像是一种算命 但是我觉得星座 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刚才跟你说的心理安慰 它有一点相似的 就是说 我要帮你找出 你这个事情动机的本源 就像你说 为什么性格描述 大家都接受 其实它性格描述 是第一步 它还有第二步和第三步 就是我们星座书上 说的一句话 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就是星座在帮你找出 你的无意识 和现实之中的关联 无意识 对 你很多事情 就像你说 你后来发现 你自己还不如 自己去做决定 或者说你做这个决定的 立足点 就是你刚才说的 特别有文化的那句话 这些的出发点 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的 但是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你这种做法的背后 其实就是你这个性格导致的 就是你会这样想 而他不会这样想 那可能换成他 他就以我自己能获得最多利益 为出发点去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是这样的一个事 所以他更多的 咱们平常见到的 更多的是在聊性格 性格是一 算命往往是铁口之断 算出一个事 但是其实你星座 他再往后算 他是在告诉你更多的可能性 就是我觉得广美说的对 就是星座 他是在帮你走捷径 但不是你不劳而获的一个借口 那就是一个老庸俗的问题了 就是说你要那么明白 你自己活得还好吗 我自己活得挺好的呀 但是我觉得 你全消灾简难了 是吧 横凶化劫了 遇难成墙了 这个问题就在于 事先都知道了 你事先知道的是一部分 其实所有的东西 都是在看概率嘛 对吧 星座也是 他很多东西是要看概率 这个事情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大 但是他也有一种可能性 是你不会发生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你不会什么事情都求助于星座 你在最开始了解自己动机的同时 就比如说 我这件事情 我是要选A还是选B 但是当你看过了 比如说你看过了星盘 或者你很了解自己本命盘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比如说你来找我 我就会发现 其实你已经完全把思路 禁锢在A和B当中了 你还有另外三条路可以走 三四五都可以走 第五条路你可能走起来更好 那我可能会给你这样的一种解释 那你刚才这么讲 我忽然想到为什么 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 其实为什么今天我们说 用来这招 用来骗小女还好 就我们听到很多往往是女孩子 就国内有特别的女孩子 喜欢聊星座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星座 跟刚才您说的算命不一样 它是很多的性格分析 那么这种性格分析 包含一些自己不知道的性格特质的分析 那么性格分析 我就发现现在很多女孩子 谈这个东西 其实着迷的是这一点 因为对这一点有所掌握的时候 她们更能够聊的 或者是理解的是什么呢 人跟人的关系 为什么这个人跟这个人是这样 那个人跟那个人是这样 不只是男女朋友恋爱那个 而且是同伴关系 因为女孩子是一 就心理学上面讲 女性很关注关系 对 就比起男人 男人关注通责性 女人很关注彼此的相处 所以女孩子喜欢谈星座 其实是把它用来当成一种 理解人跟人关系的一种通道 是不是这样子 你说的挺好 我就觉得 其实就是说 我是说星座 至少我觉得有个正面作用 就是它让我们去探索人生 就说一较大意了 探索生命 你甭管是什么理由 你依据什么 古希腊的哲学家 他们依据什么 他完全依据思辨 他就说 最完美的天体应该是圆形的 他不管依据什么 但是你发现没有 他让我们开始动一个脑子 人的性格有多少层 让我们的心理更细腻 就是让我们观察自己 也观察别人 好像是多了这么一个眼镜 你也可以说他是有色眼镜 实际上你要说真伪 那科学家永远可以跟你辩论 就说这东西 据说发源于公元前2500年 巴比伦 对吧 巴比伦 好 然后我看一个天文台台长 就说你那是瞎说 说什么呢 这么几千年来 这个地球的这个黄道 这个黄道 所谓黄道十二宫 地球的那个轴 自转轴 它不是这么 它有隧差 实际上现在已经多出来了一个星座 叫什夫座 第十三座 说那你根本你都对不上 那纯瞎扯 好 你瞎扯 你来来 见星家说一说 因为每次 这天文台台长 我觉得你找的新闻员也不太对 每一次吧 就是天文学上的学者 都要再跟星座学澄清一下 说我们没有跟你说这个舍夫座的事 星座其实它更多的 这个本源是对的 它是按照这个黄道的轴线 来取这个黄道十二宫 但它更多的 其实它是一个符号 就它走的是黄道的星 有点像易经 对 但是天文学是什么呢 天文学发现的星座就像我们天上 它有八十八个 它不光是十二个 它有什么大雄星座 小雄星座 仙女座 它都是在天上的 蛇腹座也包括在上面 所以说它这个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星座它是完全是固定的 不然星座词英语的单词 除了这个Constellation 它有Sign 就是符号 它就能够代表星座了 所以它真的就像易经 就很多的比较复杂的命理系统 都经历过这么一个过程 就它一开始脱胎于某种自然现象 比如易经可能最早是来自于一些的 我们知道比如说像细词或者卦 其实是来自于对于焚烧甲骨之后 的现象的一些的判定 那么那个东西本来是原根于自然现象 就跟占星树 源自于对天文的观测 但是慢慢其实它脱离 那个外在的自然现象 它变成一个自洽的一个数字系统 一个符号系统 它有个自己的理路 它从那里出来 但是慢慢发展成这几套东西 是 就是你解释 我也是看它占星家就会说 说那当年古巴比伦 它就是按照360度平分12等份 是 并不是像你所理解的 那个天上的那个 就是你说这个自洽的这个系统 但是你看咱们现在 有人真拿这个决定什么事 有些人就觉得很荒唐 但是你知道古代可就真的是这样 当年你知道就说这种观念 就是说武王伐咒 就是周武王推翻了这个商朝 周武王的军队是很少的 商朝的军队 多少倍于周武王的军队 有一个当时倒戈 有一个很简单的理由之一 就是说碎星在我 你想当年的这个人 就是说 就是象征我这条运的这个星 你看见了吗 星星在我方 那边就倒戈了 我家伙没命的只恨爹妈 少伸两条腿就跑 然后这商周王就自焚了 就觉得命没有了 你说这 就不但很常见 欧洲的王室都有 占星学家御用的 但是闻到你相信 人出生 他天体所在的位置 和他这个人的性格 乃至于命运 存在于一种关系吗 所以这就回到刚才的问题 并不是占星术也好 易经也好 他并不是谈的是 你跟天上的天象之间的 对应关系 他谈的是一套 你跟一套系统之间的 对应关系 因为刚才已经讲了 最早脱胎于天象 但实际上已经不是 那个实际的天象了 这就是说到 中国人讲数 是很有意思 命数 命数 数其实是一个 它是个数字 是个符号 是个所有的东西 都是有一定的一个规律在这 也许有 也许没有 我不知道 但是就回到刚才我讲 我为什么说 我不太关心 就是因为 再加上我后来学佛的关系 我们学佛的人就会觉得 这个因缘 所有的因缘都是会发生的 这个事情之所以如此 这个水 现在我斜的 你倒出来 这个水斜斜的 往我裤子上流下来 这一切东西都是有很多 复杂的因缘在这里 综合的造成的 有很多的东西 外在外界 总是有不停的改变的东西 那么问题是在于 我怎么去回应 我怎么去对应 我只能够修的 就是我的态度 我的心 我是看着它这么下来 然后不觉得 这个会影响我呢 还是怎么样 我想学佛也好 学儒家也好 都让我得到了一种 看事情的方法 就是我不太容易 去被这些事改变 或者是变影响 那么变得就是 我关系的是 我怎么去回应 我怎么去修辩 比如说人家骂我 我不会想说 我怎么避免人家骂我 或者以后不挨骂 或者怎么样报复 我想的是 我怎么转心思维 理解这个骂 原来这个骂 应该是让我欢喜赞叹 要接受的 那星座是不是一套 趋利避害的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 因为它其实说到 咱们说就是用星座 它不是道德哲学 它是趋利避害 那得看你说这个哲学 它是有什么功能 那如果你说到 咱们说预测的功能 我觉得用星座预测 为什么不好呢 但是就像文道说的了 一所当为 这事就是不吉利 哥们也干了 你知道吗 就应该干就去干 死也在所不拒 这是儒家 对吧 那那个当为 只是你自己觉得是当为 这并不代表 别人也觉得 那是当为的 这还是你的动静 所以最后 只是造成了苦差 好 但是这个新年到了 叛达 你也给我们 他这叛达 老要我想起那个判官 这个名字太厉害了 我也觉得是 合复合是吧 就是本名嘛 是不是 所以你给我们 最后简单讲两句 2017年 照你们的星座 我们都应该注意些什么 2017年 我觉得它跟2016年的变化 特别大 它主要是每个人 做事主动性特别强 就可能大家都会 变成一个文道 就是做什么事情 以我自己的观点 以我的态度为出发点 不会被别人压着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大家会变得 更实用更功利 就是可能想赚钱的欲望 会特别多呀 一些商业的结合 这方面会特别多呀 难道我们这个社会 还不够实用 还不够 还不够 那就直下地狱了 要这样发展趋势 是吗 最近几年 其实本来就是很乱的 最近几年 刚刚结束的天明四分 然后你看这个政治格局也好 经济格局也好 它从来都是乱的 它没好过呀 所以你远远地躲在华盛顿 我远远地看着一切的发生 华盛顿现在是乱的核心 好 继续2017继续过开星盘 坐至这 谢谢 谢谢 接下来给大家透露一下 十二星座在明年的日式 那白羊座的关键词呢 就是热烈 主要是求知求心求恋爱 金牛座的关键词呢 是调整 下半年的合作也非常的顺利 那双子座的关键词是领顺 双子座明年烂桃花 稍微有些多 那巨蟹座的关键词呢 就是安顿 巨蟹座明年赚钱的运气 非常的好 动力很足 处女座的关键词呢 是责任 处女座也是财运很棒的一个族群 那巨蟹座的关键词呢 是崛起 因为巨蟹座明年的运气非常好 下半年呢 会有成家的考虑 天秤座的关键词是扩张 天秤座事业运非常的好 接下来是天蝎座 天蝎座要排毒 因为排除毒素 一身轻松 过去压力会有一些大 那射手座 射手座对于你们来说呢 因为土星呀 在命宫了 所以自己要好好调整状态 出行的可能性非常的多 接下来是摩羯座 摩羯座的关键词是取舍 你们要在家庭和事业当中 做出一个选择 那水瓶座的关键词就是勇敢 因为下半年的 资历文护的机会是非常高的 双鱼座的关键词呢 就是成就 对双鱼座来说 明年事业也非常的好 那最后呢 文堂让我代表他 和圆州派的全体成员 祝大家2017年